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为贪污滥权与谋杀等罪名 被开除党籍以及免除职务 截至目前为止 中共当局还没有公布他受审的时间表 甚至连正式罪名都没有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 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 薄熙来因为拒绝与政府的调查行动合作 曾经绝食抗疫 还一度送医治疗 薄熙来至今被监禁在哪里 外界并不知情 两名与博家有关系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 薄熙来绝食两次 并被迫喂食 一度因身体不适而被送进北京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 薄熙来的胡子很长 长到胸部 他拒绝合作 不回答问题 并用拳头捶桌子说 他们没有资格询问他 要他们滚开 据报道 由于薄熙来健康状况不佳 他的审讯恐怕将延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全国政协三月年会召开之后 陈希同亲述的作者姚坚富表示 从陈希同 陈良宇的例子来看 中共不会公开审理薄熙来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张天亮分析指出 如果以腐败的名义来审判薄熙来 不公开审理说不过去 因为腐败不涉及国家机密问题 相反 如果不公开审理 那就表示薄熙来这个案子设计国家机密 不是一个简单的腐败问题 至于涉及到什么样的国家机密 外界可能会联想到政变 或者是迫害法轮功的相关事件 1月9号 中共中纪委发言人崔绍鹏发布通告表示 薄熙来等要案已经进入司法处理过程 换句话说 就是薄熙来案已移交司法部门 很快就会开庭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当局没有准确公布他受审的时间表 甚至连正式罪名都没有 薄熙来等还有就像朱永康 江泽民 他们可能在这个背后啊 特别是江泽民 因为朱永康下台之后 我估计他的这种影响力已经很弱了 因为他没有接班人了 江泽民可能还会通过他的一些派系的人马 制度去保薄熙来 这些都是很可能的 温家宝说的是不是文革路线问题 如果要牵涉到文革路线的问题 那个就比较难办 所以要是从路线上去解决 可能要引起很大争论 这样的话呢 只能采取具体的犯罪事实 例如杀人 贪污 这些事情啊 我估计没有找到非常直接的能决定 薄熙来生死的证据 如果有的话 现在早就可以解决 另外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 也引述接近博家的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 薄熙来性格强悍 这代表他不会向他的妻子鼓开来 和前崇敬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那样轻易认罪就范 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同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指出 薄熙来自去年三月以来就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外界也不能从当局那里获得案件的相关讯息 鲍同说 这不正常 时间太长了 鲍同认为 当局的做法对中共的形象而言并非好事 他说 他们没有想清楚 如果他们能够恰当地处理薄熙来这样的大人物 将可增强人们对党的信任 鲍同曾以反对镇压六四民运 而被中共当局以泄露国家秘密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求七年 他以过来人身份指出 目前正被秘密监禁的薄熙来不会被言行逼供 鲍同说 以薄熙来前政治局委员的身份 相信他们不会虐待他